主料,排骨500克,主料,玉米300克,土豆250克,胡萝卜150克,豆角150克,老抽,生抽,盐,糖,啤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材料,排骨清洗干净后,向热水锅炒烫一下,老抽备用玉米包去叶子,夹去须子,用菜刀斩成小块, 葱切段将铁片,锅里放适量油,油热后,把排骨小锅翻炒一下,加入一点老抽,把玉米放进去,翻几下,往锅里倒啤酒莓果排骨,中小火开始炖,放进葱姜和八角,等到排骨炖到八成熟时,加入一点糖,适量盐和生抽,土豆去皮切片,胡萝卜切片,豆角杀去筋,白断的勇, 将土豆,胡萝卜和豆角放进去,一起炖等到菜,也炖熟后,汤汁收干了,夹鸡地醋和香油翻炒,经过即可,烹饪技巧,排骨一定要之前焯水,去掉脏东西和血沫子,用啤酒炖排骨,让排骨风能十足,开车断货不碍之口,加入开水也是一样的, 豆角的筋一定要仔细摘干净,我没耐心摘那么仔细,吃的时候才发现脚不烂的最后的时候,一定要大火把只靠一靠,菜和肉非常干香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本频道